现在画面上看到三大业务 饭饭都有增长 最出色的就是互联网服务 明显可以带升到三成九 当中游戏收入都可以增长到八成 全部的数都是正数 但是出来为什么盈利要倒退呢 应该都是因为投资公民值的收益大减 还有就是其他亏损 两个item是拖累的 为什么解读呢 你看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外汇亏损 都要大约5亿左右 你的估计是怎样的呢 我想下半年的外汇亏损可能会多一点 因为现在中美的关系是差了 如果你说以这个人民币 我想下半年应该都会继续走弱的 就看看它最近和美元强 其实亚洲区货币都下跌的 印度那些是当地收回当地的货币 相对美金的话是全部转弱的话 它那个亏损情况可能会更加厉害的 所以其实下半年应该 这个就不会看到很大的改善的 但是至于说刚才说那些 non-cash item 那些供运值那些 其实我觉得就不是太过着意的 你看过很多这些新的互联网公司 例如美团那样 它很多之前的option 那些可以令到 计算到整个八十多亿都可以了 所以其实我想那些又不需要太过介怀的 最重要是在销售和毛利 有没有能不能保持 好 先说一下毛利率 因为都反映到一个实际的盈利能力的 真的不错了 可以升到15%以上 是近两季以来最好的 毛利率是古墓的 是的 真的 我想和那个Internet of Things 或者和它的游戏业务增加有关的 因为你看回它现在如果以手机 我没有看错 它应该有三百多亿高的销售 其实它赚的钱的毛利是很低的 但是其他那方面 其实一直都说的 它是靠这一样东西 而令到整间公司其他的产品 可以 所以叫piggy back 就是跟着它一起上去 那这一样东西就是可以提升毛利的 那现在是不是开始显现到 其实那个实力 或者它那个将来的潜力是出来的 那我觉得就很重要的 它永远都是以便宜的 就卖出去 接着就不要说叫做屈人 就要别人用其他的服务 那这一样东西我觉得 是有机会是可以将它的毛利 是提高多一点点都可以的 嗯 很少时间 我们先分析一下股价 之前就炒了阳南充景 由10元的横行区就终于破掉 上升到差不多13元 累升到三成了 很多一些利好因素的 大行也都看好的 股价可不可以继续扶植上呢 我想扶植直信就不敢说 但我相信呢 向上的机会是很大的 在下半年 刚才说了5G那个期望 和现在那个营养是有改善的 但因为它现在暂时都是以硬件为主的 那这个呢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想投资者就不要说过分憧憬 它可能会好像其他一些科网股份 ATM或者Amazon那些 走得这么厉害 那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的 你看到联想之前做得好呢 最近都碰到很大的困难 但我觉得它应该向下半年的 那个环境是会对它还是有利的